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篩選萬能俠 在這裏可以坐著朋友和大家一起玩遊戲 坐在篩選萬能俠一起篩選一些熱門難贏的馬匹 未必沒有二、三名的,但買Win、二重彩行頭 甚至三重彩媽寶都不用找他 在這裏我都會有時錯,但上次事在必行都未得 有時會看錯,但為數都不及了 有少許參考給大家 未講之前記得在右手邊未訂正頻道朋友 記得右手邊按小榮香港人賽馬頻道訂閱 立即帶大家看看這次萬能俠有什麼買要篩選 這次篩選就是龍寶寶,龍寶寶真的質素有限 雖然之前一出即贏我經常說 操練那麼久都不可以了,一定贊那些磨我彈牙 當然那些冷碗大家可以試 這隻龍寶寶上次初出都是瘋狂樂飛的贏 而且是史卓鋒緊緊贏 贏完之後在同班一三三磅都站在這裏 三歲不是說他沒有進步 但大底上都見他沒什麼跑錯 你說輸個萬步俠我同意 不過前面還有進憂自在的那些又是輸賣無粗 你都厲害不過人 勝利才子只不過維持第三 他的質素我估計相當有限 今次有個好檔幫到他 不過反而亦都害了他 變成有偏熱的賠率 所以同場大家在這三T場次裏 這批偏熱的大熱門未必是大熱的 可能次第三熱 臨場我估計都會有10倍附近 但我覺得亡雷拉都給到賠率 照計贏面都不高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大家記住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記得按右邊的四星龍珠 所以才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明天就會有我和雪瑩一起做Live 希望用堅仔卓買App的大高聲店 帶給大家一些希望有正義的派財 還有一些即場分析給大家 你知天雨又是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